外面中一列俄罗斯战车纵队正缓款行驶在道路上 下一秒 泛泽一声哄然巨响 前方战车瞬间爆炸 起火燃烧 林郑甚至还四处喷飞 后方同跑眼看情况不对 也赶紧撤退逃离现场 换个镜头的直击到 一门二军自走炮 遭导向式多关火箭炸成一团废铁 几乎已看不出原本模样 同一时间不同战场 另一辆2S3自走流炮车逃不过相同命运 在海马斯的威力之下 统统被炸成火球 巨大的迅撞云也直串天际 欧美军援的武器以及反炮兵雷达 在乌军的反攻行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美国新闻周刊就指出 由于这些西方武器优越的射程和精准度 乌克兰在过去三个月里 成功摧毁数千门俄罗斯火炮和火箭发射器 也大为削弱俄罗斯战力 乌克兰前安全局官员斯图帕克指出 这也导致俄军在过去五个月 只能拿出50到60年代 射程仅约14至16公里的武器应战 凸显出俄军火炮库存问题 斯图帕克更补充说明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廷将经济发展重心 转向军工业 期盼加速军备生产 但因为部分关键技术来自西方 在俄罗斯目前被加大制裁情况下 要提高火炮的生产 仍然非常具有挑战性 普廷的愿望恐怕难以达成 继续红星雅整理报道 请继续转发展重心雅整理 Buddy